这个协会从2009年成立到现在 这是第15次的一个会议 那我觉得在我们南部的产业来说 最近政府也正在推行所谓的USR计划 那USR计划就是大学如何去尽到对社会的责任 那当我们要走入社区的时候 它是需要很多文创的元素在里面 那我想也透过这个机会 也可以让两岸多多交流 也让对岸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文创产业 现在不仅仅是在产业 而是已经走入社区 那同时对于内地来讲 也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比如说他们的年轻人创意无限 他们年轻人非常敢于突破一些传统的事情 我想这个交流不仅仅是业界跟学界了 就我来讲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在于 学生之间的交流 我们希望两岸的学子能够有多一些交往的机会 谢谢 那将来两岸在文创这一块两个 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想法 跟这个委屈会去推动 是 就刚刚像范州理事长他所提到的一件事情 我们台湾在处理在这种文创产业的一些发展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国际化 不管是经营的形态 不管是跟文化的连结 我们都是比较细腻的 我们是比较细腻的 但是各位也知道说受限于台湾本身的服务员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学生 让我们的文创业者 他能够发挥最大的一个边际效应 一个利益 一个效益出来 我觉得这一部分大陆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市场 尤其在现在 台湾跟内地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未来 尤其在文化这一块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所以我期待说透过这个会 将来可以大家有更多的合作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年轻人 我们希望能够扩大年轻人的一些事业 第二次了 第二次过来 对 这一次来是比上一次好像热了好多 也可能是因为会议上整个气氛比较热烈 会觉得更热了一些 对 那请杨博士团队针对这一次的 这个是我们海峡两岸文创高校研究联盟的第五次会议 那这个联盟呢是在09年时候成立的 主要是由大陆和台湾这边的六所高校 但是以中文传媒大学 下面大学等等六所高校一起来 发起的这么一个联盟 那经过这么差不多十年的一个发展了 整体上来说呢 也是为两岸文创的交流和合作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贡献 那这一次呢也是联盟第一次到高雄这边来举办这个国际的一个研讨会 也是邀请了大陆两岸可能有应该差不多是40多位老师过来做一个文化产业方面的学术的探讨 也是联盟最近这几年来一个比较集中的对于两岸四地文创产业发展的这么一个学术的总结 也是一个比较节点的一次会议 是一带一路呢是大陆目前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战略 那对于文化产业发展来说呢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 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过程当中 可能文化方面会有很多交流和合作 当大家在文化上在这个交流上互相有认知有认可感的时候 可能会更好的来推动产业方面的一个发展 这个也是我们联盟在不管是做文化交流也好 或者是做产业发展也好也非常注重的一块 希望大家能文化互通建立信任共同的推动产业的发展 未来有没有什么样子已经实质上可能会推行的两岸的工作期 目前呢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高效性的一个文创学术的研究组织 所以可能更多的是从这个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 来共同的推进这个文化产业的一些发展 那我们联盟呢每年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比如说两岸青年走进陕西或者走进大陆的某个省份的 这样的一个民间探访的活动 两岸老师关于文创交流合作的这种学术研讨的活动 还有一些关于设计方面的活动都会有 就是从不同的侧面给两岸的师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做交流 谢谢 這個空中花園 空中花園 對 先到外面走一下 繞一下 就是我們空中花園 這個是我們的西班公司 咖啡巧克力 所以學生就自己拿冰箱拿出來自己烤 然後自己丟錢拿在冰箱 我們完全沒有用 不一樣 這個是 這個還是以前昆山學生做的作品 這個是以前昆山 可以往後套 來 換個爐 這不是男手爐嗎 在裡面 對 哇 吃卡通了嗎 如果這兒一根血跡 那就齊了 在東北 一二三 拍攝 記得 要齊了 當天 拍攝 開啟 哦 好 把它撒 采放這些把戲上的迴廊當成學生的藝廊 也可以讓學生有一個發表的舞台 這個部分我們曾經得過兩岸最大獎 就是京都的最大獎 那可以說是我們戲上一個蠻尖峰十段的一個很好的作品 就是我們放在戲辦 等一下我們可以到戲辦裡面去看一下 那基本上我們都是用學生他們自己的作業 來當成創作的一個動機 基本上我們這些作品 基本上說一定是在外面展覽以後 才回到院朝這邊 票本部這邊來 那這個部分 比如說這次的高校聯盟這個兩岸海峽的海報展 也是一樣就是我們先會在外在外先做的展覽以後 然後最後的據點才會挪到戲辦公室這邊 或是戲回廊這邊來 那這是最後一站 對 對 那我們等於說 最後一站以後我們可以把這些作品 做一個定期的去更換 讓學生也去觀摩別人的作品 利用這種方式來讓學生在做他們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也有參考觀摩的一個機會 對 那個去年我們也曾經 北京大學那邊也曾經邀請我們一起去做兩校的海報的連展 那我們那個資料呢 可以等一下我們可以找給先生 就是把這些東西呢 成果給媒體 或是說可以讓知道說其實我們交流不是只有局限在台灣的本地 本島這個地方 還跨圖到兩岸 然後甚至去年我們也辦了一個四國連展 包括韓國 日本 那馬來西亞這幾個國家做了一個海報連展 對 那海報的連展的位置呢 我們等一下可以到後面稍微再觀摩一下 韓國 日本 中國 大陸 還有台灣 對 就是老師 這前面就是跟學生meeting 對 跟學生meeting 然後 這是我們 因為其他的老師比較不方便 因為這是我們系初任的系辦公室 那個辦公室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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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以前得獎的作品再拿掉了 那就變成是兩岸最新的 然後這些作品也是先在校外展了以後 再回到最後這個據點 這都是大陸的 中國傳媒西安 湖北 廈門 那抗文系就知道是你長期 傳媒西安 湖北 廈門 然後 我有特定的符號啦 也蠻多學校他們會來我們系上做餐訪 那這樣子也可以做這樣的交流 對對對 然後也有 就是蠻多單位也有業界的 也有大專院校的 還蠻多的 我們去年就光接待餐訪的 那個建樹啊 來訪的人士啊 這是書法教室 書法 對 書法教室 鑽科教室 還有就是插花教室 所以會完工作開來洗筆 應該是說洗筆啊 對對對對 就是讓學生能夠有休憩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是說 校車的班次不是那麼密集 那學生就會利用中間那個空閒的時間啊 就是可以有一個地方可以休憩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系上全部的空間都全部都開放式的 應該說所有全大專院校裡面沒有一個系所是 系半中午是開放的 然後是任由學生自由出入 或者是很多那個比如說用餐 賣吃披薩還有是吃米漢堡 他們基本上就是課程 那一間教室基本上是設定的方向就是 書法插畫 然後鑽科的教室 然後他旁邊剛才 學生都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學生的作品 對 這是都是我們學生的作品 這是我們學生的作品 這是我們學生的作品 歷屆的作品 呃 也不見識是歷屆的 有的是現在都還是我們 現在在此的學生 像 沒有 產學合作的學生的作品 我們的案子呢 基本上都不是老師做的 都是學生跟廠商 那老師只是中間 藉由學生的設計的時候 去給他們一點意見 所以各位所看到的現在目前的作品 全部都是學生他們自己完成的 都上市了 都上市了 像這個是台灣最大的百貨公司的龍頭老大 吉亞社 那這個活動呢 只有五個學生 醜辦全國性的這樣的活動 然後利用一個禮拜呢 全部把它辦完 那 承辦的這些學生裡面 有兩個就已經 好像有兩個 我相信兩個已經進到這個公司 你們去工作了 被挖甲了 對 被挖甲了 馬上做完就馬上被挖甲了 那這個也是 這個學生也是幫大漢酵素做了 這樣的設計以後 也進到這個大漢酵素公司去服務了 基本上都是廠商介紹廠商 比如說曾經合作過的廠商 然後就推薦 那像這個是馬魚山的 對 那這是我們上市公司 那他也是找我們合作 就是也是透過人家 那個 仲介啦 應該說有人 接受 欸不錯啊 找我們來合作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 已經跟新光商業百貨公司 已經合作五年的文創市集 他們的DM 還有他們的文創市集 跟展場的整個佈置招商 都由我們來負責 我們已經跟他合作了五年了 那今年 今年在高雄的左銀店是擴大營業 其實最具有特色是因為 這個 我們叫做 這是由去年的一個學生 一般的學生呢 他們 他們的畢業製作 變成是實體經營 就是他們自己在外面租一家 租一個店面 然後自創品牌 然後自營貴跟自付 然後 從人事成本 或是管銷營運 那整個就是由學生去 當成一個 自己當老闆 那這也是教育部 部長曾經來參觀的時候 就非常高興就是說 居然已經還在再學就可以當老闆 所以這 但是就是說 因為 這個是他們畢業班的作品 就是把實體經營的方式 當成他們畢業製作 但是後來沒有繼續延續下去 是因為找不到經費 那因為 其實上 應該是說 文創在 產業上面 在經營上 不容易 因為 他們又在博厄那個地方 然後 其實有一個 最大的困難 就是說 呃 有些消費者他認為說 太貴了 他在外面可能 市民店可能20塊就買到了 對 那所以 那時候就是想說 把這個 他們這個 概念的延續下去 可是一直都找不到資費 所以他們去年就 就熄燈了 就很可惜啊 他們還沒畢業 他們去年畢業 對阿他們是把 實體經營的模式 就是說實際創業這種方式 當成他們畢業長 那有別於一般的設計科系是說 他們會做做作品 然後 做個 場地去做一個 做一個展演啊 那我們 這一般 他們就比較特別 就是說 與其是這樣子 展覽時間 把所有東西都拆掉 很浪費 就丟掉了 所以他們就說 那把這些 大家同學集資過來的成本啊 就把它做成一個 就是實地 去經營一家店 那致富盈虧 從人事 成本 從管銷 從設計 從招商 全部都他們自己來 他們也都想說 要把整體的滿整化 市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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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 應該是說 時機不對 因為 去年畢業了 如果這個時機是對的 他們可能就延續了 那因為那時候 就一直急著 就要找經費 延續下去 可是就一直找不到 所以 好像在去年的 6月 19號的時候 就正式 推薪很好 就很可惜啊 那因為曾經 市長跟部長都來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很高興說 因為 事實上教育部 過去的五、六年 都一直在主導這個方向 就是說希望學生出去 就是 業界 就馬上可以 就業了 所以 才會有實習這樣一個歷程 那現在 有這樣的 美意 但是問題是 學生在經營的時候 畢竟 沒有經驗 所以 虧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大家已經 沒辦法在承擔這個成本 對啊 然後 結果 西登號的時候 24台 只留下最後這一 全部 19台都全部賣掉 搶購一工 有建設 變藍色對不對 對 那 這個原因是因為 船 當進來的時候 然後 載滿貨物 卸貨了以後 那個 水的吃水線的 就會往上浮 這個設計的理念 就是 來自於說 因為 高雄是一個海港 那 當一個 大船 或是漁船 進貨的時候 進到港口的時候 一定是滿載而歸 那 滿載而歸的時候 這個 如果不裝熱水的時候 它其實 船是沉下去的 對 然後 裝了熱水以後 船就會往上浮 就是等你 或卸完以後 它吃水線就會往上浮 就利用這樣的概念 然後 把這個文創三部的故事 結合這個杯子 那高雄市文化局 跟我們合作以後 它逆年跟很多學校做產品 它都 產品都賣得不好 那去年賣得非常好 然後說 可不可以再 下次 再請我們跟他們合作 就是說 關於文創的一些規劃 跟商品 那包括 包括也是一樣 就是說 因為我們像這個文創啊 那個標語啊 就是人家 在跑步的時候 然後 就會拿這個毛巾來擦汗 那裡面就會有一些疑語 那 因為 因為紅毛狗那個地方比較靠 那如果是說 教小孩子 那個爬樹的話 與其教那邊的小孩子游泳 就是說 在地的文化跟元素 要跟它結合 所以 去年就是 高雄文化局 跟我們配合以後 他就非常高興 然後 每一次 都是邀請了很多 他們的 局處事的 那個 處長 課長 來這邊參訪說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創意跟 跟 學生的一個團隊啊 對 所以 那個 文化局也入了去 是在跟我們 談街區的一些 文化的一些 文創商品 團的位置就是很深嘛 那當 你裝了熱水以後 它 這個浮水線就會下降 就 就會浮上 所以如果 如果現在 你會挺熱的話 它就會慢慢退下來 所以 它 代碼貨物的時候 它其實 直線線還蠻深的 然後 裝個熱水以後 它就慢慢浮出來 就利用這樣一個 這個 商品 既定的一個東西 結合在地的文化 那 剛好這個 海 就有這樣的直線 所以 文化局就覺得說 即使這個技術 很平常 但是 如果結合了文創 跟在地的文化元素 的時候 它就會 活起來 好快喔 它就 直接就浮上 然後 船就浮上去了 又利用在那個概念 然後 文化局就 就覺得說 這個外面的技術 其實 很平常 可是 應用在這個部分 它就會覺得 很高興 用對地方 對 用對地方 總結是用對地方 的 有 的